音乐 我的名字是Jef Ong 来自DreamX Realty 是DreamX Realty的其中一位创办人 那今年是我加入房地产的第18个年头 加入房地产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要谢谢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在18年前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才有机会可以加入房地产这个行业 我叫Vincent Bear Poverty这个行业我已经从事了8年的时间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从part time开始的 So Dreamback City是我唯一一间Poverty Agency So我之前是从事咖啡销售行业 After that就来做Poverty Industry 我是大概在8年前认识到我这位生意伙伴Vincent的 So我还记得当初他加入的时候是我们一位普通的仲介 慢慢爬到我们的领导到我们的Manager 跟现在他已经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管理层 然后也是我们的Dreammaster COO 那对我而言这位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上进 而且做东西就是想到做到 还有我最欣赏他的呢就是他那股坚持的这个力量 对我而言他真的是我们每一位的最好的role model Jet Fong其实是我在Poverty Line唯一一个老板 So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其实就是其实他很稳重和很有耐心 So这个是我真心想要跟他学习的 一开始呢他就很愿意给一些年轻人机会 其实我真心很感谢他 因为他当初愿意给我这个年轻人一个机会 所以我才可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是follow他跟他as a partner 那在整个企业方面呢我觉得我本身做事的方法呢 就是比较稳重跟小心啊 所以你看我身材你就知道 So我每次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呢 通常我都要两次到三次的planning啊 before可以真正的去kickstart整个计划 那跟Vincent的配合呢我本身是觉得是算是天衣无缝啊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Vincent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嘛 也是一个很好的前锋 所以他每天呢就是不断的在前面try to要去进球 那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稳重的守门员 在把守着整个大关在小心的处理整件的事情 那如果说在公司方面呢 我觉得最令我开心跟我很proud的一个moment呢 是我每次看到Vincent不断的除了做一个领导 也不断的一直在突破自己的业绩 也让我们公司里面的小伙子们呢都知道 他其实就是我们公司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benchmark 或者是标榜 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很好的player 当然也要做一个称职的领导 我在工作上其实是一个行动派边做边学的人 而Jeff是一个很有耐心啊 planning啊和稳做出发点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面可以复补到大家的不足的地方 那很多人说哦 跟这个80跟90后的配合啊会是一个很大的代沟 我个人觉得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原因是因为在我每次处事或者是我跟年轻的朋友沟通的时候呢 我都是会打开我自己的心态 尤其是聆听他们想做些什么跟讲些什么 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好 年轻的这批朋友呢他们将会主宰着下一个era下一个年代 就好像我们团队的愿景一样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 我觉得我不算很成功 但是我最感到骄傲的事情是 从几年前我们几个人的团队到今天 我们可以做到超过一千万的业绩 这个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所以在我这18年的房地产旅程 我个人最骄傲最开心的 其实就是看到我们那么多的中介 用英文来讲就是从ZERO变成一个HERO 从他们根本不敢想的东西 到他们完完全全的去拥有 不管是车子 房子 爱情 事业 包括了家庭 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的美好 跟非常的自豪的 因为房地产 因为Dream Max 因为这个平台 他们从不敢想到现在去完成了他们个人的 小小的旅程碑也好 大大的旅程碑也好 对我而言我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 年轻不是玩的理由 而是奋斗的资本 送给正在创业的朋友们 Life is short be outstanding or else you will outside standing 啊 on Uh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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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